Sony Xperia 5 II 都用了差不多半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比較喜歡這部手機 就是它本身有一個Photo Pro 它就跟我Alpha 7 III那部機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其中一個我最喜歡它的功能 就是它裏面有內置水平 我可以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就可以免卻了很多煩惱 我以後撿相的時候都容易很多 它都可以模仿到Sony拍照的聲音 可以按住這個位置 即是按半秒就focus 然後它就會拍照 我這個用手機來說都是非常特別的 還有本身這部手機它本身都可以拍攝RAW 用RAW拍照的好處就是 這些相片會比較準確一點 還有如果我放進Lightroom去調色的時候 就可以更加保存到很多相片本身的顏色 因為這部手機它是有一個追焦和連拍的功能 有這個追蹤眼的功能 除了追蹤面 它是會追蹤得很準確的 譬如我老婆向前向後移動 我會見到那個focus是中到它的面 因為會有一個綠色的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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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沒有說要再去調校或者要刺到它的面 那它的手機夠聰明就已經做到這個功能 那我就被一間比較型格的酒店 都邀請了去Staycation 那我就索性去做一個試驗 那我就沒有拿到自己的相機去拍照 就只是拿了這一部手機 那我怎樣去運用這三支鏡頭呢 就是主要如果要拍一些全景 包括一間房間 我想告訴別人 究竟它裏面的裝修、擺設 我就會用一個比較廣的角度 就用16mm 它的廣角是不會有任何扭曲 而且它的顏色是比較實一點 那它就不會像iPhone那樣 它一用廣角拍出來 那些景是有時候會很蒙的 那如果我是要拍到一些 它裏面比較特色一點的傢俬 就譬如它有一塊很特別的鏡 它的鏡是可以揭開 那我可以拍到一個鏡 就是我和我老婆在鏡裏面 而之後就拍到它的環境 那這個我就會選擇用24mm 因為如果用16mm 有機會太廣角的時候 我和我老婆的樣子是看不得清晰的 我又有留意它那個酒店外面的景 就發覺它是一些比較有趣的屋村 我就在那個窗口那裡 瞧到有一個婆婆去浪衣 那我就在那個Moment 就用著這個相機70mm的功能 就zoom近一點點 我婆婆浪衣 然後拍了一張都幾特別的相 那我發覺有不同的鏡頭 的運用已經是很方便 而我給了一些相片的客人看 它都有feature的相片 其實它拍出來的相片質素是高 還有有一個tips可以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拍照 我就喜歡就這樣 譬如它有16mm 24mm和70mm的鏡頭 我就不會再特別去zoom in 或者zoom out 那我寧願是拍完那張相片之後 才自己慢慢crop 那即使如果用它三支鏡頭拍的相片 crop完之後出來 我們覺得質素都沒有問題 都很漂亮的 還有我們有一張特別喜歡的 就是有一個分衣草隧道 我不知道那天是甚麼原因 是沒有著燈的 因為它的手機曝光是比較好 它都照可以拍到一個比較光的環境 拍出來張相片 完全不覺得它是沒有開燈 效果拍出來我們都很滿意